一样的好心 一样的好心啊 为了成功 不择手段 甚至于对我的家人 也绝不留情 我就像这老鹰 残忍地把他们 一个一个从鸟巢里踢出去 又一个月了 你一个人在山上 会寂寞吗 我特别带来 我们俩一起喝啊 来 来 你尝尝 救命 你好 你好 我去死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哦 哦 哎呦 哦 啥子哦 哦 嗯 他這樣好心 他這樣好心啦 哦 哦 哦 你老爸很生 很兇的 你很生氣的時候是我跟你接生的哦 好 文凯 文凯 夫人还好吗 好 不好意思 家务事可以留到之后再说吗 沈董 可以签约了吧 李律师 是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报应吗 听说 人在临死以前 会回忆其一生啊 没想到是真的 我这一辈子白手起架 为了成功不择手段 甚至于对我的家人 也绝不留情 其实啊 我们村子里啊 干干都不相信有旺财这个人 这是春香啊 他要拒绝嫁给姓贤徒 把他随便下摆出来的 春香等他啊 祖族等了十五年啊 他到了三十五岁才嫁人 是我们这里啊 最老的姓娘 我就是旺财 颜云高 是我后来改的名字 就算我改了名字 可是以我现在的知名度 贵为八宝堂的董事长 这些年来 春香过得那么苦 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不可能啊 你是旺财 你跟春香描述的样子 一点都不一样啊 该不会他有严重的禁食吧 那是春香自己画的 你看看你看看 他们家的春香啊 他这个八 他这个八 我这个八 就可以证明我是旺财 真有个八啊 真是啊 造化弄人啊 你老了 怎么长成这副德行 难怪春香啊 他在电视上认不出你来了 你看看 他们家的冲啊 那个电视机啊 二十几年前才有的 还是春香的儿子 看家药草工会 围压莫财除道的 是个只能看三台 还要挂天线的黑白电视 要不是因为这场货灾啊 那电视可能都还在看你 怎么会穷成这样子 后来不是经济起飞的嘛 哎 春香那儿子啊 想到要去城市啊 工作机会比较多 钱比较好赚啊 他就搭车下山了 他就没有想到 他坐的那辆车 就返到山谷下面去了 春香他媳妇啊 为了养活那两个小孩 啊 就结了城市一笔蜂蜜的订单 他为了采蜂蜜 结果给富途峰给遮死了 你说说干嘛 这经济起飞 对他们家有啥个帮助啊 春香的媳妇太苦了 虽然说呀 上帝啊 管了春香的闷一扇闷 但是呢 他还是又替春香开了个笑床 春香啊 春香啊 又有一个很拐的孙女哦 他的孙女啊 他也没一个学期念书的时候 都会得着什么 圈琴奖了 孝顺奖了 整洁奖了 反正什么奖都有了 但是 他为了照顾春香啊 他高中毕业了 就没有念了 他还要帮忙呀 去这市场啊 去医院了 白摊子卖草要赚钱 那个孙女常常到医院去 去山下那个福满综合医院 对 哎呀 春香把孙女交得真好啊 跟她一样善于救人呢 不像我 交了一批财狼虎报 喂 疯疯啊 哎呀 哎呀 我身体好不舒服 我从话快讲了 我等会儿去看医生局 你不要装了啦 刚有人有说 你齐丹慎要出去踏青 嗯 体力齐丹慎 就 后来接董事长的位子嘛 我累得要死耶 哎 你不要老说放弃嘛 爸爸以你为荣啊 你要找人帮忙 你不要找这个老头子啊 你去找那个年轻的 什么大丰啊 颜阳啊 他们来帮你的忙啊 你做得很好了 好了好了 哎呀我要起脚了撤去 好了 好 哦 什么叫我做得很好 冒的一扣 我都不得不做了 啊 颜茫茫 加油 哎 童老 嗯 你看我那些胡销子的呢 嗯 你看到我日子过得很快活 非要叫我回去跳呼喊 是啊 幸好有请你去 趁早把四五堂啊 交给冬节继承 要不然啊 我现在还像你女儿一样 在苦海里面呼吸 哪能跟你出来 打打小白球 看看游艇 骑驾车呢 哎 你那个外甥 我听说 把四五堂弄得很像样啊 是啊 这孩子啊 他很有商业头脑 好 前一阵子呢 他还到学校去念书 说将来要拿个 EFBA的文品 哎 看看现在啊 他应该还在图书馆里面 可以书呢 好快啊 又一个月了 你一个人在山上 会寂寞吗 呵呵 你看 我给你带什么点心来 呵呵 铜花糕 呵呵 这个一定要配一壶农茶 这是今年上等的春茶 我特别带来 我们俩一起喝啊 来 你尝尝 呵呵 呵呵 哦 你看看 这个是我上次跟孔杨夫一起 骑单车环岛时候照的像 孔杨夫你还记得吗 呵呵 呵呵 我跟他 逗了大半辈子 结果到老了 呵呵 反而成了车友了 呵呵 多有意思 呵呵 你看 这个风景多美啊 呵呵 唉 自从福安回来以后啊 每天给我针灸 推拿 三不五时的 还给我熬药 补身体 你看 我现在啊 比无尽铁金刚还健康 呵呵 呵 再这样下去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你见面 春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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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